台湾高齡化 少子化浪潮襲来 尽管目前外企劳工人数约75万人 产业人力依旧紧崩 劳动部与印度签署劳务合作 备忘录MOU 准备引进印度劳工 现在我们的移工的来源国 受限于我们现在只有 像越南 泰国 菲律宾跟印尼 那这样的一个受限的情况之下 长期我们国内的雇主团体 也呼吁政府必须要来证实 印度劳工在海外 工作人数约1800万人 不少欧洲 东南亚国家也都引进 目前台湾约有2700多名印度劳工 从事高科技专业工作 未来引进印度兰领劳工 产学 借持正面但审慎的态度 多个选择总是好事 尤其是这几个来源国 基本上本身的劳力输出 也不是像以前那种的充裕 劳动部强调未来包括 开放程序 行业数额 来源区域 语言能力 专长资格 会透过跨部会研议 其实完完全全 由我们台湾来决定 签署之后其实方方也同意 应该要采取循序 监禁文件物质的方式 来托三规划 雇主本来就10个职缺 那因为他请了外国人 那职缺一定是变少 所以对劳方来说 一定就是相对有工作机会被剥夺 学者认为若只是改变外籍劳工的来源国家 对本国劳工影响有限 反倒是目前官方对于外劳聘雇 警戒指标施行令人担忧 早期确实是有个总量管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在 但是我们现在开局经常性受理 那而且也不是用专案 过去用专案引进是每个专案会有一个定的名额 用完就没有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没有 我们现在只要是符合资格的 我们就经常性受理 那我们就会肯定合配一共的名额 你就可以引进 目前政策细节仍在领域阶段 来自印度在台师大取得翻译学博士 从事翻译工作25年的李梅军认为 协助和开放也许是台湾该准备的 传统印象中 树里好推理能力强的印度劳工 也将有文化适应的挑战 未来如何创造本地产业与劳工 社会多方受益的局面 将是课题 大爱新闻 陈宏利商与佳台北报道